今天说大陆最近 除了换了很多从中央的作战官员更换之外 南京军区战区 我不知道74军还70几军 换了一个强硬派 换了一个主张攻台的那一派的人上来 人事布局都换强硬派上来 就鹰派抬头了 正式接替位置 那希望就是赶快 因为中华瑜民国乌龟王八局 他真的已经玩烂掉了 我讲过中国三大规矩 我以前有提过中国三大规矩了 他这只乌龟是最糟糕的 你看跟前面那只乌龟宋朝比他都比不了 因为你看我记得 我这边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表妹 他的前夫 我表妹有个前夫 是姓范的 他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也去 我去他姓范的那个祠堂 他们那个祠堂挂了一个宋朝官服的祖先 穿着宋朝官服祖先 那拜得很早 我说这个祖谱未免也拜得很早 因为他是整个祖谱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 当时他的祖先里面 整个历代祖谱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那是宋朝的一个大祖 就是范仲淹啊 他的子孙在台湾有范仲淹 还有一个同中的新竹县县长范正中 好像也是范仲淹的同中的 跟他也是同中的 前任的 前好几任的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新竹县县县长 那个范正中 那他 那我表面的前夫 他是范 也是姓范同一中的 范仲淹 他那个时候在宋朝的规矩 你看他 宋朝的规矩至少还有一个很零的 就是你看隔了一千年了 那个像还在 就是所有同中的人都会临摹那个像 就临摹很多了 很多了 那个范正中 范正中是怎么红的呢 他是从科举考试九层腰塔出来的大儒 当时我不是跟你讲宋朝很会玩假动作吗 所以才会引得金兵南下 我前面提过以后有时间我再提 我不是讲过那个时钟到底什么用 还发明了时钟 对不对 人类历史上第一口时钟就送那个王安石铜绑的那个输送 输送造出来的 你看那个宋朝的科举制度里面出了很多琳琅满目的人才 其中有一个就是范中烟 可是宋朝皇帝都在玩假动作吗 连包枕也是包青天 我们都耳熟能详 全部是九层腰塔出来的 包含那个办案的 后来到南宋的时候也有那个办案的嘛 那个宋池对不对 宋池也是都是 宋朝很多这种 这是他灵的地方 可是他玩假动作 那个范中烟去评西夏 那个皇帝就让他去攻破几个城池 然后就开始对内宣传了 评定西夏了 因为西夏人看到范中烟来势凶猛 战了两个城池 那个胡一胡 吼一吼 大范老子好厉害捧一捧 假装投降 那就称臣 称臣入共 大范老子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回来就开始捧捧 捧到最后一千年后 朝代更迭那么多次 这么多趟了 子孙还记得啊 还临摹了那个范中烟那个像 我祖先在宋朝当大官的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九层腰塔宋朝的科举 那个龟壳里面还有零 哪怕虽然他玩假动作 但是他有零啊 你中华民国不只是玩假动作 你还一点零都没有 你那个考试院啊 我以前提过我祖父考试院 高考证书两张 跟范中烟应该是一样的了 两板考两次就被骗嘛 原因是什么 你是国民党黑五类 因为你看清朝把科举 末年把它废掉 可是北洋没有恢复 国民党的时候 龟宫把它恢复了嘛 龟母乱搞 那专门下王八蛋 对不对 那个我以前提过了 那龟宫回来 感觉刚开始好像有零 搞了一个五院 那五院里面有个考试院 就感觉好像恢复九层腰塔 大家很高兴 然后我不是跟你讲了 你那个结果是你那个本身塔就是假的 宋朝的塔是真的 只是他出来的那个 那个优秀的那个妖 被宋朝皇帝乱玩了 拿去玩假动作用 演假戏 才会出现大犯老子犯中烟呢 那你 你中华民国是连这个都没有 你那是假动作是个骗笑的 那个高考证书 我这就在我楼上 我之前好像前几集有提过 我嘱咐两张的那个 我爷爷两张的那个高考证书 考完没有用啊 他不用你啊 那你说同榜有一个领阳港 他要用本土的 可以 我们大度能容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用到底 你就把领阳港用到底 而不是遇到李登辉的奴才 那皇军出身的 嗨 太军 嗨 嗨 看到这个奴才的奴姓 他就要奴才 也不要那个 考试上来的那个领阳港 所以你这个龟哪有 哪有零哦 你这乌龟王八局 是最烂的一只龟了 是个烂龟了 那个吴大郎那一种的龟啊 乌龟王八局啊 那你现在面临要武统了 对不对 那我之前也点过一条路 你要往哪里去 这个改天下局 是我第六门专业哦 改这个局 是很多皇帝想要都得不到呢 我后面我可以重新 从古之今讲一些 很多朝代的案例啊 这些皇帝 他一直想要有人帮他改局 改不了哦 改不了之后就死得很难看哦 很悲哀很难看哦 我之后我再批三国好了 我从那个时候一直往后讲 讲你就可以知道 我第六门这个 这是我的专业哦 古代皇帝想要 我帮你中华民国免费改 我求你赶快走 不要再在台湾了 你中华民国台湾乌龟王八局 你赶快离开 你这个 你这只龟断水流大乌龟 你可以改局 你说我乌龟改什么局啊 很简单嘛 龙菊如果搞烂掉 它会变泥丘善鱼 这以前有案例 我可以把它改成泥丘善鱼 蛇菊搞烂掉 画上四只脚 可以变成蜥蜴 可是你说乌龟怎么改呢 那就是一个壳在那边啊 有有有可以改 我会我帮你改啊 免费送你 只要你被武统的那一天 你就可以走这个局 我希望你自己赶快 赶快越早走越好 呃 改什么 乌龟可以改什么 寄居蟹 哎 寄居蟹 寄居蟹 规矩可以改成寄居蟹哦 一只乌龟可以改成寄居蟹哦 呃寄居蟹以前我小时候在海边捡过啊 他演化入境嘛 这个中国人肯定会对你另眼看待 你你只要把那个 因为你这乌龟王八爵真的是让人很讨厌啊 你连宋朝那只龟的那个龟灵都没有啊 你哪有龟灵 你你你龟壳上磕满了诅咒啊 啊 磕满了那个嘲笑谩骂 支那见处诅咒啊 我以前讲过了 我不重复了 都是一只烂张龟 那你就把它改掉寄居蟹 因为小时候我看过 我玩过寄居蟹 就是从海边 他那个比较脏的环境 他还能生存 因为他 他会 他自己不会有 他自己没有咳 他 借别人的咳 躲进去嘛 然后就在爬行 爬行寄居蟹 那吃那个围生物围生 吃那些小围生物 有些寄居蟹还可以长得蛮大只的 如果他在海里面的话 还可以长得蛮大只的 那你可以 当寄居蟹 中央民国可以改居 改成寄居蟹 你从规矩进化 演化 替中国人开创一个新局 你中华民国台湾 那时候 你可以去美国嘛 中华民国可以去美国嘛 中华民国到美国去嘛 我很早 我想去前年就讲过了 我连接可以贴下面 前年我讲过 你去美国 你去美国有几件事可以做 可以把这个寄居蟹的局给他打开 我免费教你了 古代皇帝想要求这个都没有 但我免费教你 我只拜托你赶快走 你是个骗人的乌龟王八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乌龟王八会说谎的 这个局会说谎的 这个一个会说谎的武大郎 说你家有漂亮的老婆潘金莲 那我一看结果是一个很丑的一个肥婆 你说她是潘金莲 不要不要提了 所以我免费送你 你赶快走 你去美国做几件事情嘛 当机巨蟹做几件事情嘛 你借壳嘛 你那壳可以借美国的壳 首先美国不敢不让你来 流亡政府 以前南越无庭言都去过 不阮文哨 南越的阮文哨都去过 很多被推翻的都去过 对不对 你中华民国去 是联合国创始补偿之一 亲自来你美国 你美国怎么能不收我 你美国要收我 你只要问你美国人一句话 你要不要灭亡中国 你要不要反华 我要反华 美国要反华 你反华你需不需要汉奸 需不需要买办 需不需要奴才 需要 不然你怎么灭亡中国 对不对 那我中华民国是不是专出汉奸 专出买办 专出奴才 没错啊 所以他第一关他会给你过 你可以在那边寄居 然后找那什么西藏流氓政府 互相承认嘛 对不对 找那个 找那个什么 找南越的 以前越南的流氓政府 不知道还在不在 你可以再去找一找 那些找 反正找来 你们先互相承认 然后你可以并吞当中 其中一个国家 那叫中华联邦 美国不是有个中华联邦 郭文贵搞的那个 郭文贵被FBI通弃 不知道中华联邦 有没有在流氓 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发现他 你就把他并吞 因为怎么 即便是在这里 也也不 也是要玩 一这样子你的菊 才能生 生效啊 也是要 也是要改朝换代的啊 寄居居屑 怎么能不改朝换代 也要改朝换代啊 也只能有一个中国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要并吞中华联邦 但是你要承认 什么西藏达赖喇嘛 随便你了啊 那还可以 那可以互相承认 这一点就没有关系了啊 而且你中华民国 可以加台湾国 都随便你 中华民国台湾国 随便 随便 反正极居屑嘛 我帮你那个 那个 那个多伸几只脚出来 那无所谓嘛 从壳里面延伸多几只脚出来 那无所谓嘛 反正你是极居屑嘛 那到时候你的主轴就是反攻台湾 因为你之前练过一次 之前你是从大陆跑到台湾来 然后 说你要反攻大陆 这个时候你跑到美国去 你就可以说你要反攻台湾 这是第二个 政治主张 第一个 说说说动美国人嘛 啊 就可以进那个壳了嘛 对不对 这个风水局啊 对不对 我教你风水局啊 第二个 你就可以互相承证那些 砸碎的那些政权 对不对 定位 第三个 变称中华联邦 然后 第四个 政治号召就是反攻台湾 反攻台湾 可以建立反华的一个旗帜 可以建立反华旗帜 那无所谓了嘛 反正寄居居 那之后 你可以做几件事情 因为寄居居届会吃那些 微生物 这是他的专长 你可以说 号召法轮功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 跟法轮功抢生意 之前法轮功是抢那个六四民运人士的生意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抢法轮功的生意 你可以广布 你的你的名头大 我来历大 哈 哈 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是我弟弟啊 啊 啊 我武大郎啊 他只是武松而已啊 啊 只是我现在不卖绿猫烧饼铺了啊 那你到这里你就可以去号召 把他们通通找来 把那个 呃 华人啊 通通找来 通通找来之后 你你的人是不是就变多了 那美国人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为什么 黑命贵玩完 你可以玩黄命贵啊 你还可以玩黄命贵哦 黄命哦 皇上的那个黄命哦 啊 你可以搞黄命贵啊 反正寄居居居就是自由自在啊 他可以换壳的嘛 你到那边真的是可以吃掉很多那个维生物啊 那些华人流落到边边角角的 你把它收拢过来 然后美国一直在衰弱嘛 对不对 美元霸钱衰弱 到时候你真的是可以 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时机 你的版图搞不好也很 比现在在台湾这边窝着 不死不活 好多啦 你看台湾就不死不活 人家又准备登台败帅 搞一个什么丁将军啊 这强硬派要要当73军军长啊 你就吓得要死 那何必呢 他说我有无限射高导弹 我要量产 这个你导弹打谁 你这个人没有用啊 你要到那边去 你在这边当乌龟王八局也没有用啊 讨厌 你不要到时候走不掉 我跟你讲啊 只要武统来到时候走不掉哦 那这个局就没有了 这乌龟王八局就是牙山一劫了 那就跟宋朝那个牙山一劫 你看宋朝拖了多久的时间 终于给你给你还是给你牙山一劫 这让我想到以前这些乌龟王八局哈 所以你可以改改那个寄居蟹局 拜托中华民国赶快去变寄居蟹 真的这我送你送给你的 你在那边可以做很多事情 自限证明 并吞别人 你在这边是被别人并吞啊 你到那边是并吞别人呢 然后怎么样 你喜欢跪舔老外的 就在你美国那边跪舔 天天跪舔 喜欢被捅的 你在那边天天被捅 随便你 那你在那边你说我有 我很有那个雄伟的志向 寄居蟹也可以啊 寄居蟹也会咬人哦 哈哈哈哈 你可以搞黄命贵啊 等到美国有没有 美国一衰一弱 搞不好他们德州独立分裂 你趁机会占据什么内华达 占据什么地方 那你有国土了 国土自己选自己找地方 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寄居蟹自己加油 但是你壮大自己 就是在那边收拢华裔的华人 收拢过来 那他们都会被当地人歧视嘛 还会被老黑打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出头黄命贵啊 而且你美国又可以合法有枪支 那你中华民国寄居蟹 龟壳里面 不是龟壳 那时候已经不是龟壳了 蟹壳里面 就可以藏很多 很多枪啊 合法枪支啊 那你是不是可以 黄命贵还可以带着枪上街游行哦 自己想办法 这是自己想办法 但这个局我已经免费送你了 拜托了 指点迷津了 互相饶了对方了 离开台湾吧 台湾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你那中华民国到到到那个那个 去当机器器 进机器器大家都都都好过 改朝换代有什么了不得呢 对不对 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不久 过两三代人也会改掉的呢 这都是看几千年看太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看太 所以你赶快赶快离开 乌龟 乌龟局就有一个特色 他很会赖啊 你看宋朝他就是很会赖啊 叫赖皮啊 说归壳嘛 在玩完那个范仲淹之后 不是那个 经过不久 就是那个什么 王安石啦 还有那个什么 苏宋的那个时钟 我不是讲过啊 然后一直玩到 唱水浒传 其实最后水浒传 他内功太行了 内部的人都搞不定他 怎么办 那就是引外面的人来嘛 金兵南下 那金兵南下 那时候我以前看过一个港剧 很好玩啊 港剧那时候虽然演的 演的那个背景跟那个 那个 不太好 就是背景看道具服装都都很丑 但是我倒觉得比大陆 演的还有更精髓 因为大陆的古装片 我过几集在讲 我在另外一个频道讲 大陆古装片 背景很好 场景很好 呃 台词很好 演技很好 东西都好 但是演不出精髓 你什么都好 但演不出精髓 演不出精髓 你那个演不出精髓 原因是什么 我讲那个 我以前看那个港剧哈 有一个 有一个出真的是蛮好玩的 他 他是演那个 琴快迫害岳飞的 琴快迫害岳飞 那时候金人 金人派 他要把那个宋高中 那个奴 那个龟样 奴样 把他演得很 很彰显 呃 然后宋朝死皮赖一脸 不肯 不肯改朝 幻带在那边 在那边 鸡 鸡那个乌龟的那个样子 那个 他要把他演出来 他就那个 我记得那个金人 派了一个使节来 那港剧派了一个使节 来拜见 大宋皇帝陛下 他说 金使 完颜 王 宋 拜见 皇帝陛下 完颜 王宋 那宋朝的那个 皇帝跟旁边 那个群臣 王宋 啊 完颜 要王宋 啊 直接告诉你 我要杀了你 他就是 金使就来这边 咄咄逼人 我要杀你这只乌龟 结果那个 他 我记得那演的 他就马上派秦快出来 秦快 就说 金使累了 金使累了 完颜 王宋 名字就改叫 王宋 灭王宋朝 看你讨厌 还要杀你啊 结果你还要 优待他 啊 王宋先生 完颜 王宋先生 要到 别馆休息 那一副那个奴太 要下跪的 那个奴太 他真的是把当时的 真的情况有演出来 因为当时 就是那个金人被蒙 金兵开始南下之后 那个 当时有 有 有一个类似的真实情况 在去知识通见里面有记载的 就是那个金人派的使节来 可是那个使节是汉人啊 他找了一个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来 那汉人到了 宋朝变良城的那个朝廷呢 直接就大骂大笑 奸臣左暗军 王国之相啊 那宋朝 当时真实状况 真的宋朝 群臣在那边交头接耳啊 我们是奸臣 直接骂你皇帝是暗军 暗军就是昏军啊 奸臣左暗军 王国之相啊 所以 港军那一幕我记得很老 很清楚 那个金史名字就叫完颜王宋 在你面前说我要杀你 结果你还是乖乖的嘛 乌龟嘛 说嘛 看怎么妥协找到一个平衡点嘛 你看现在中华民国是不是这样搞 你看中华民国这只乌龟 也遇到一个类似情况啊 他当时中华民国遇到了什么 完颜王宋 有遇到 他在当初他在大陆的时候 他遇到的是三月王华 日本派使节来 我三月王华 结果你还不是你中华民国 是不是跟那个 遇到那个完颜王宋的那个 那个朝廷的那个一样 乖乖的在那边舔 乖乖的看怎么样找平衡点 逼急的再摇一口回来 你就是这不得心啊 送给你岳飞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送给你什么超级大儒 像我前面讲的范中 高考证书两张的对不对 那也没有用啊 你就是汉奸买半狗腿组成的都 那个嘛 你连当乌龟的灵都没有 那你干脆去做寄居蟹啊 寄居蟹好了 都叫 所以你遇到这种灯鼻子上眼 说我要杀你 他也会乖乖的给你 那不是武大郎吗 按住他的头 那个王八拳怎么打都打不到西门信啊 按住他的头 我搞过你老婆 我还记得有 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 水浒传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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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郎要垂西门信嘛 你搞我老婆嘛 你搞我潘金莲嘛 他头一按住他的那个头 王八头之后 他那个拳一直打 怎么都打不到 打不到 就是这副德信嘛 他遇到三 你看 一个遇到完颜王宋 一个遇到三月王华 你到最后跟日本人 你还不是一样很好 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就是那一副样子嘛 一副鸟小样嘛 然后你连那个完颜王 遇到完颜王宋 那个信赵的 你都玩不过 你的科举制度还是更烂的 他至少还拿出一个顶尖的东西 你那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骗 一个会说谎的吴大郎 那你 那真的是堵死他好了 那潘金莲送你 堵死他好了 那你不想死 你就去当寄居蟹 赶快去当寄居蟹 所以现在那个什么 大陆的 那个解放军的那个 鹰派 换上来了 我们就期待了 希望他不要变大贩老子 那是要真的 不然你 你搞这个范宗淹没有用 大贩老子只会对内宣传 那也是圣朝皇帝要他这样做的 大贩老子 其实他也有想要平定西夏的 可是你毕竟文人嘛 那皇帝说你不要打得太凶 打一下下就好 王八拳捶两下就好了 你看那天就是这样 你看那这种戏演完到最后就会上来完颜王宋 三越王华 真是好 所以赶快去 中华民国赶快去 与其让别人来指着你三越王华 倒不如我指着你中华民国台湾 你死期快到了 自己人来骂比较好 自己人来捅他 把他捅下来比较好 赶快滚 赶快滚 不然的话 羞辱的是全体 都被老外这样搞 跟这个王八蛋 在那搞干什么 送他去当寄居蟹 我帮你免费改局 送走 温神 不过最后补充一小段 那个乌龟的反应真的说是差不多的 说乌龟可逼急的反应咬一口 但是那个 那个 宋朝在遇到完颜王宋的时候 还知道说我搞一个岳飞 逼急的我就咬一口回来 对不对 你看乌龟的反应都差不多了 逼急的咬一口回来 逼急的咬一口回来 之后你还是要行屈己之礼 对今称臣 行屈己之礼 至少到宋高中的时候 你注定是一只龟 就是这样 在中华民国遇到三越王华的时候 你看他的反应也是差不多 那时候日本抗战之前 不是日本使节派人来吗 呛声三越王华 三个月把你灭了 然后你看那个时候乌龟是怎么做 怎么做 他真的在计时 归功数数 他真的在倒数三个月 然后他最后 这小时候的那个什么社会课文都写 中华民国 我自己写的那个抗战史 就是这样 三个月过了 你连上海都没有打下来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你没有三越王华 可是日本人继续打 打进南京城 你继续打 然后追着你打到武汉 然后你一直躲 到时候你是玩无间道脱身的 那也好险来咬你的 那个喊三越王华的那个家伙也是一只龟 他只是心阴流的 你是断水流的 所以他赶紧来玩那个无间道 我讲过的 你看那乌龟他真的是在算三越 所以你这个时候喊说三越要灭亡你中华 二零 之前年初的时候不是喊二零二二粉碎台图吗 他真的是二零二二开始在祭祀 乌龟就是这样吗 他真的看 看 盯着那个时钟看表了 你刚才讲我什么 呛声三越王华 他真的就是在看表 三越王华 一个月完年王宋 一个月三越王华 所以乌龟真的不要玩了 以后中国人遇到乌龟 规矩的朝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寄居屑 改成寄居屑 把它丢出去 但乌龟不是这个时候可以玩的 除非到了洪荒时代了 整个人类又遇到洪荒时代 也蛮洪荒时代 那到时候再找一只龟出来 那那那勉强可以接受 乌龟有乌龟的优势吗 龙行方舌肘线龟守园 对不对 各有各的长处 这个时代不要 他乌龟就是这样啊 三越王华 他就看那个倒数三个月开始在算了 他的反应就是这样 2022粉碎台独中华民国台湾要亡 你就直接说他灭亡 你不要对他客气 他真的就盯着那个日历 2022年还有几天 赶快去当寄居屑 讨厌 我免费送你这个天下局 不过我讲寄居屑 真的不是故意误入中华民国 因为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看那个李登辉 不是说中华民国外来政权 以前台湾的人 没有人叫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 没有是光复 你在看两讲时期 因为敢讲这句话的人 早就被枪毙光了 枪毙光了 可是既然是蒋家母才 李登辉自己喊出来的 那你外来政权来 这边你又不改名 对不对 那你不就是网季巨蟹演化吗 外来进这个壳嘛 对不对 然后你心 就是外省心台湾情 那个时候外省心番鼠情 李登辉那时候鼓励的嘛 陈水源马英九也是这么鼓励 马英九是真的这么做 很努力的 叫做外省心番鼠情 然后番鼠心 再来去美国情 对不对 杜一层绿 要让老外去搞 那你有美国情嘛 那是不是寄居蟹你先寄一个小壳 台湾的壳太小了 那是不是这个局 就从乌威王八局 往寄居蟹去演化 那就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壳嘛 台湾的壳太小 还给中国了 还给中国了 不要闹 所以你就往寄居蟹去演化吧 中华民国 寄居蟹这个局 这不是侮辱你 你在美国玩寄居蟹 真的是有可能东山再起 我倒是 从中帮你指点迷津的 有东山再起之可能 看你自己的造化 那边机会大好 因为美国要天下大乱了 美国天下大乱 你中华民国乌龟王八 寄居蟹 中华民国寄居蟹 这个局 时机大好